好來有人提到 電腦版檢印的部分 我們如何設定關鍵針 來首先我打開電腦版檢印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最新的版本 我們目前的版本是170 這個版本 目前最新的版本 從下面這裡有沒有 我目前的版本號是170 這是最新的版本 檢查更新 當前一次最新的版本 好這個是目前最新的一個版本 那我們怎麼使用關鍵針 來我們點開始創作 OK我們進入檢印之後 我們導入我們需要的素材的部分 那我這邊隨意抓了一個影片 暴雨的影片 那我也選了一張照片 來我們影片的部分 我們最主要是這個編輯線的部分 編輯線的部分 要在你所選的那個區塊 當你的編輯線在你所選的區塊的時候 它的右手邊這個數據列呢 右上角這個框框 它就會出現設置關鍵針 關鍵針關鍵針 但是如果你不在這個編輯頁面 你點這個的話 它就不會出現關鍵針 所以重點是你這根白色的這個編輯線的部分 它跑到哪裡 你在那個地方 點擊那一塊 它才會出現關鍵針的設定 關鍵針的設定 那目前在剪音上面的關鍵針 可以使用的內容呢 包含像這個 素材庫裡面的 媒體素材的部分 影片 照片 影片照片 都可以設置關鍵針 那影片照片的關鍵針是 不透明度 位置旋轉 縮放 都可以去做一個設定 那這個是 影片跟照片的部分 那在音量 音頻的部分呢 它也可以去做設定 那我這裡隨意抓一個 那這個音樂呢 主要是針對 大小聲的部分 一樣我編輯線在這個框框的上方 那我點下面這個音樂的部分 我從右上角這裡 它就出現了設定 添加關鍵針這個選項 那這個就可以讓我們去 這個變更 音量的變化 好 那文本的部分呢 我們只要點選 新增文本 將文字引入 那我這邊可能打 好這邊 將文字放進來 那一樣 我們就是移動到 這個文字框的上方 這樣白色的這個編輯線 移到文字框的上方 我點選 文字框 我從右邊這裡 它就出現了 這幾個 關鍵針的設定 包含 不透明度 縮放 位置 旋轉 所以文字的部分 你也可以依照這樣子 來去做一個 設定的部分 貼紙 它一樣也可以做設定 那也是一樣 我們把它移動到 白色的編輯線 移動到這個框框的 正上方我們點選 黃色的 這裡就出現 它可以 設置的 縮放 旋轉 位置 這樣的一個關鍵針的設定 好 特效目前是 好 特效目前我沒有看到 可以設置 關鍵針的選項跟內容 好來 再來轉場的部分 轉場部分 目前是沒有設置 關鍵針 它是只能夠設置 轉場的時間 長短 可以從右上角這裡 改變你 這個時間的長短 就是 轉場的一個部分 濾鏡是可以設定的 濾鏡可以設定的是 關鍵針 讓它的表現 是強還是弱 濾鏡可以設定 強弱 我將這個 拉到 這個照片裡面 好 那濾鏡的部分 一樣我點選這個 方塊 我在右上角會出現 這個關鍵針的強跟弱 那關鍵針怎麼設定呢 我在 A關鍵針 起點的位置 先打上關鍵針 我在 B的位置 也打上關鍵針 或是我 可以設定讓它 逐漸變強 那我前面起點的位置 我把它收到0 那它就會 強度是 逐漸拉伸的 好 那這個濾鏡 可能看起來 不是很明顯 抓一個比較明顯一點的 好 在起點的位置 打上關鍵針 強度調到0 那我在後面 的位置 我一樣打上關鍵針 強度調到100 那它就會 形成一個 健強的一個模式 這樣有看到嗎 微微的 整個變強 變白 好 那這個就是 濾鏡的一個部分 那調節的部分 我目前還不知道怎麼設定 導入這個 CUB 這個我還 我還不知道這個 要怎麼設定它 這個 到時候我研究完再跟大家分享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 檢印電腦版的關鍵針的使用 跟設定的部分 這些都是我們常用到的 包含像 媒體 影片 或是照片的素材 包含像音頻的部分 我們可以設置 這個聲音大小聲的一個變化 文本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設置文字的 不透明度 縮放位置跟旋轉 然後貼紙的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設置 這個貼紙的 縮放旋轉位置 讓它在圖片上 位置去做一個移動 然後特效目前是 沒有關鍵針的設置 轉場目前也沒有 濾鏡是可以強度 就是濾鏡的強度 的變化 我們可以設定關鍵針 那調節的部分 目前我還不知道 這個調節的 這個用法 那等我知道了 我再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OK 好以上就是我們 關鍵針 電腦版關鍵針的幾個 使用的部分 好 那目前呢 還有一個 這個關鍵針的設定 也是非常好用的 常用的一個設定 就是萌版 那萌版的部分呢 你必須要在 這個 我們一般會使用到的 應該是疊加畫面 比方說像 你看這一段 這個影片的部分 我們左半部呢 它會有一個空間 那我利用 左半部的空間呢 我們來添加一張 這個照片 來做萌版的使用 好 那照片現在移進來 好 你可以看到我照片 是完全遮蓋住 這個主畫面的 那我從右上角 萌版 這個位置 好 我選擇線性萌版 那你可以看到 當我點選萌版的時候 我右邊就已經有這個選項 好 這裡要特別注意 你要點選萌版的 某一個版面 那你點選那個版面之後 它右下角 它會出現這個 位置 旋轉跟語化 這三個 這個關鍵針的設定 那如果你沒有點選的話 它就不會出現 那出現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設置 關鍵針 好 包含位置 旋轉 語化 那我就可以利用 關鍵針的一個設定 讓它產生一個 移動跟變化的一個效果 好 我這邊設置 關鍵針 A點 好 設置它的位置 那我們也在B點 也設置它的位置 那我們主要是 讓萌版的這條線 我選擇線性萌版 我們讓它產生一個 移動的效果 這樣我們就設定好了 好 來我們看一下效果 有沒有 它就從左邊 慢慢的移到右邊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萌版 設定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它也可以設定 這個旋轉跟語化的部分 然後大家可以再自己試試看 OK 那這個就是萌版的 設置的部分 好 你也可以把這個照片 人物照片的部分 我們做 智能扣相 去掉背景之後 留下人物 然後這個人物出來之後 我們再設定 這一張照片的這個 關鍵針 你就可以產生一個 人物在畫面上移動的一個效果 這也可以 也可以試試看 大家玩玩看吧 好 那如果呢 針對電腦版檢印 或手機版檢印 有任何的問題呢 你可以在下面提問 那我們會依照這個內容的部分 再來把它做一集的內容 來分享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